本集完 我是吴之宇 在接下来30分钟 和大家一块来关心 高雄市地方脉动 在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 今天有哪些新闻重点 超强好雨 随着封面来袭 市府开设一级灾害应变中心 防灾准备全市台风级的战战兢兢 降下大雨 让不少县市决定放煤雨价 市府在第一时间 没有做出决定引发质疑 有价上涨 大众运输工具搭乘使用率增加 高雄市的公共脚踏车租赁 也在近两个月 每个月都有突破6万人次的好成绩 高雄市长陈菊提早从美国返台 关心超强梅雨封面 可能对高雄带来的影响 而这波梅雨封面带来的超大好雨 被拿来和台风相比 高雄市的防灾应变呢 当然也要台风级 洪大雨加上强风吹的路数不断摇晃 像是台风来袭的情景 说明超强梅雨封面的威力不容小觑 摩拉克是三天的降雨 将近有2800多毫米在这个区域 但是摩拉克的台风在三天之后 它慢慢就趋缓 那目前我们虽然已经过了三天 但是我们的降雨并没有持续趋缓的现象 所以后续呢 这是跟台风降雨比较不一样 就是西南气流跟梅雨封面 它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但是它降雨的强度不会像台风雨这么大 会有超过一两百的 一百多的毫米的这种降雨量 但是时间上会拉得很长 和摩拉克台风惊人雨量比较 只怕这波梅雨封面还会继续发酵 各区的撤离人数随时掌握 我们现在强制撤离的人数 最新有名证据各区公所 已经统计出来 是1540人 我手边的最新资料 不止雨量是台风级 罕见的因为梅雨做出停班停课决定 灾害应变中心的开设级数 更凸显是否对这波梅雨封面 严加戒备 以往几项针对台风才会做出的决定 这次全因为超强梅雨效应 一一就位 几乎是史无前例 港东新王文员刘志善 采访报道 今天上午全台各县市纷纷的宣布停班停课 反观在高雄市的部分 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 也让该不该放梅雨架 在灾害应变中心当中引起讨论 超强梅雨封面席台 临近各县市陆续发布停班停课讯息 高雄市的反应被质疑慢半拍 成了市长陈菊 提前结束访美行程返台 面对媒体的第一个问题 人事处那个时候 5点多人事处给我的一个报告 他们认为还没有达到 当时我们也立即跟台南联络 台南市政府这个部分 他们停止 不过他们又有一些几次的变化 不过没有关系 每个县市政府不太一样 但是我会觉得说 超大豪雨造成民众的不变 我们市政府真的觉得非常抱歉 表达市府对宣布停班停课的严谨态度 对市民因为豪大雨造成的不变道歉 随即步入灾害应变中心开会 听完陈大防灾研究中心的简报 仍适处做出建议 根据天人灾害停止办公及上课的作业办法的规定 那我们有几个议判 第一个就是根据去向起的议报 第二个根据实际的观测 第三个根据降雨量 那刚刚程大的报告呢 那特别提到今天下午呢 雨量有上休的可能 人事处具体的建议呢 我们希望跟台南市屏东县同步 来实施举时停止上班上课 根据人事处的预测 市长立刻做出才试 就从今天中午12点 我们停止上班上课 至于明天 我们会在今天下午六点钟 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 我们今天下午六点钟 我们会正式再宣布 以提前针对隔天是否上班上课 宣布决策时间 避免再引起市民不必要的误会 高雄网友刘志善 采访报道 提前结束绑美行程 高雄市长陈菊 还没真的踏上高雄市的土地 搭乘的班机呢 回到小港机场的时候 一度就因为封面延迟降落 还在空中就感受到 美与封面的威力 封面带来超大好雨 连带影响小港机场飞机起降调度 让从美国提前返台的 高雄市长陈菊在还没正式降落之前 也感受到了封面影响 半夜立即赶回来 赶回来 刚刚要下 在空中 我几乎回到香港又再回回来 可以这么说 因为疑似太大 几乎没有办法降落 没有办法降落 所以我想 我知道我们在这几天 我们的工作伙伴 也非常辛苦 大家第一个 我们高雄市政府 面对全台湾的豪宜 我们每一个同仁严守岗位 回到高雄的第一个公开行程 直奔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 有自信掌握讯息临时差 我有带iPad 所以我就在了解整个 大高雄地区降临的状况 所以整个灾情我们是完全掌握 要求市民撤离这个部分 我们很坚持 那我们现在比较担心 是接下来 大概明后天 有西南气流 穿上绿色背心 陈局坐定指挥官位置 赶在防灾应变的第一时间 立刻返回工作岗位 港东新闻综合报导 市府陆续在溢烟水的地区 新建制洪池来解决血患 因应梅雨来袭 市长陈局今天也视察了 两个制洪池 分别是岡山的点宝锡 A区制洪池 以及三明区保业里的制洪池 点宝锡A区制洪池完工启用 趁着豪大雨来袭检验功能 这个问这边 就大后我都刷在等 透过这个制洪池了 我感觉这边 好时滴到这样整天都 不过发到发觉 平日的休闲空间在必要时发挥功用 市长陈局巡视制洪池的第二站 转往凤山和三明区交界的 保业里制洪池 虽然还没完工 已经开始扮演起调节水患的角色 及时减少地方上多年来的 淹水困扰 我们就发现本阳里开始 保卫里边这里 开始有少点淹水 所以我们马上跟整个营造单位 跟他们沟通 他们就把把这个水 这个整个制洪池本来就挖好了 挖好了 叫他说这个是不是开始 以往降下 豪大雨总要绷紧神经的基层里长透露 有了这座制洪池 一下雨就水患的问题 有了解决之道 师傅有计划的透过新建制洪池 帮助易烟水地区在必要时 一一的克服水患难关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记得他洗了的时候 常常给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他拦掉掉 希望让他最好的保护 他说现在他大事了 让他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现安全带哦 我知道 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尽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睁零钱 快乐在兴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 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应 三转戒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0800请帮帮救救我 用能简单新生活 鞋马步行鞭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车助简单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杯快霸雨带 多吃蔬食少吃肉 急用资源顾地球 节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行车面环性保护书关机灵 希望大家在台风哈雨期间减少外出 并避免行使山区道路哦 可是如果遇上紧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避免刑金危险互断 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哦 那就是公路听看庭 而且要留意并遵行可变资讯标志 或公路单位的指挥 这输尽工程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们要签好几年 现在我们几个月就把它签理好了 老板可以休息一下吗 不可以啦 你看那些沙石车排起来 可以绕地球好几千了 挖出来的沙石 都倒可以填满好几千座的棒球场 我们多做一点 大家就多一点保障 走 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继续带您来看到民生消息 在油价高涨的时候想省钱 不少上班族或学生 可能都改骑脚踏车上班 所以高雄市的公共脚踏车人气 也变得很旺 尤其在一卡通 可以用来租借脚踏车之后 这几个月比起去年的人次 都是倍数成长 连破六万 油价涨涨涨 高雄市不少上班族 舍弃开车 选择搭捷运通勤 尤其公共脚踏车租赁 第一个小时免费 让小绿绿从今年二月旧 人气飙高 现在的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那差很多 大概三四倍以上 营运的环保局表示 公共脚踏车租借人次 因为二月过年成长更多 有四万九千人次 三月突破预期 破六万人次 四月更上一层楼 破七万人次 五月虽然下滑 但只有五感的微微 仍有约七万人次 也就是说 小绿绿自去年 和一卡通票证整合 使用人次以倍数成长 结合了一卡通之后 这个票证整合之后 整个的使用方便性也提高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推前一个小时免费 那之后的半个小时是 如果使用一卡通的话 是十块钱 那如果使用信用卡 是二十块钱 除了受到油价 账价影响 更因为公共脚踏车 使用费率比以前 只有前半小时免费 后面每半小时 就要二十元便宜更多 难怪会受到学生青睐 有一些特定的族群在起 譬如说从文化中心站 到这个师大 师大站那边 那还有一个就是中央公园站 到高雄旅中 那另外一个就是 施甲站到光华站 高雄旅中站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五点左右 这个就有这个学生 在排队要租借脚踏车 有没有这么夸张 要骑小绿绿还得排队 甚至常常出现 无车可租的盛况 而公共脚踏车上路已经三年 环保局不止逐渐扩展 今年底还要逐步 退换脚踏车 提醒民众使用时 先检查链条 车灯有无损坏 以维固行车安全 港东新闻无知 与公如瑶采访报导 高雄英国领事馆 近年来游客增加 市政会议通过 未来将采取收费 票价所得 会作为维护骨骑使用 不过南台湾观光产业联盟 总招林富南 持反对的态度 认为将会下跑路客 影响到港都的观光发展 站在打狗英国领事馆 除了能够俯瞰港都街景外 也可以保览高雄港湾的美景 平均每天吸引数千名游客 陆馆参观 其中陆客占绝大多数 也正因为人潮众多 古迹设施经常遭到破坏 因此市政会议通过 未来陆馆将采取收费 不过却引发 观光产业联盟强烈反弹 认为将会重创港都观光 观光业者非常缓对 打狗英国领事馆收费 因为他突然间 在没有增加设备 也没有增加设施 也没有提升服务品质的情况之下 就断然要说会 这样子会扼杀我们高雄的观光竞争力 那如果针对陆客来讲 那简直是猎杀大陆观光客 这样会造成我们高雄观光产业 再度的下滑 本身经营饭店同时也是 南台湾观光产业联盟总招 林富南表示 早在七年前以BOT方式 取得领事馆经营权时 就提出收费建议 但当时遭到文化局反对 如今市府决定收门票 做法根本是情后不一 真的是周欢可以换火 百姓不能点灯 民国94年12月15号 我就提出个人要收费50块 团体30块 高雄市民是免费的 而且还可以抵消费 你高雄市政府是反对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 什么都没做 就断然要跟人家收费 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林富南认为一旦开始收费 路管游客将会减去一大半 然而观光业者持反对态度 倒是游客反应不一 我觉得还是要收取一些费用 因为并就是算观光景点 我觉得还是像刚刚他讲的一样 就是收费比较好 因为如果说那个钱是可以增加 像是导览或是整个古迹的维护 这样其实对古迹也比较好 景点跟风景区 应该是大家公共可以来玩的地方 收费不合理 对啊 就是里面应该要再改建 或怎样来收费会比较合理 市府强调门票收入未来将作为 古迹维护及永续经营使用 博博站路管人数大半的陆客 是否会因为收费而改走其他行程 还没开始实施 就让观光业者感到忧心 港东新闻王思武 朱宇宏 采访报导 为在高雄师范大学附近 有一间看来不起眼的早餐店 每天吸引许多失大的学生上门捧场 原来早餐店的老板娘许阿姨 制作的蛋饼不仅分量超大 还会添加许多的水煮蔬菜 最重要的是 她会将学生当成自家的孩子 让许多外出读书的年轻学子 一来到早餐店就像回到家 入口百的早餐店外表看起来十分不起眼 不过只要看过许阿姨做的蛋饼 绝对会印象深刻 因为我们的隔壁菜 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连打两颗蛋 就连饼皮也是两张 最特别的是 加上一大堆水煮高丽菜 接着再把火腿 热狗 起司 一大堆配料加上去 就是一份大到不行的 总会蛋饼 因为高丽菜对身体健康很好 但是小朋友 他知道我换高丽菜 他都说阿姨我要吃高丽菜 我说好 我知道了 所以说我能够多 就给孩子们多 只要只要孩子们喜欢吃 我就给他多 就这样 来这买早餐的 有许多是高师大学生 老板娘许阿姨 特别在蛋饼里加入蔬菜 就是要让到外地求学的孩子们 营养均衡 就是这份心 让高师大学生就刚心 三不五时上门捧场 因为应该是大一又来这 就是学讲姐姐的烧 然后就觉得阿姨就很亲切 然后之前又帮忙 就是阿姨 就是可能倒一些饮料之类的 分量真的很大 然后我们像我们早上跟午餐可以一起吃 就有时候他会就是可能会问一下我们最近是不是在考试 或者是就是最近就是是不是要快要放假回家 就会关心然后有时候聊一下天 老板娘关心学生 学生也把许阿姨当作自己家人 店门口挂着这张画像就看得出老板娘与学生们的深够情谊 因为我把高师大学生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有什么事情都跟小朋友讲 小朋友有什么事情会跟我讲这样子 就是这样 所以他送你这话的时候会不会很感动 会啊 我很高兴啊 你很感动啊 平凡不过的早餐店 因为多了老板娘的一份用心变得不平凡 也让高师大学生只要一提到阿姨早餐 就充满浓浓的感恩与回忆 港东新闻王自我潘志光采访报道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因为台风好雨期间 低洼地区容易淹水 造成车辆的泡水损失 决定一旦发布停班停客的讯息 将开放全市251个场所临时来停放车辆 确保市民的财产安全 交通局表示去年台风好雨期间 共开放了近200个停车的场所 提供低洼地区的居民放了近万辆的车子 颇受到好评 而今年决定将扩大的开办 增加到251个场所 提供临时停放车辆 包括车里的活动中心 体育场还有美术馆等场所 渴望将大幅的降低民众车辆 成为泡水车的风险 建议民众先上交通局的网站来查询 以便好雨来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将爱车移往临时停车场 最近在高雄有哪些值得参考的休闲去处 提供给您活动看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日子好不好 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一块来看农民丽 明天是国立的6月13号 农历4月24号 适合嫁娶发牧 不适合安葬祈福 属猪54岁的朋友 傻东方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明天天气又是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来一块了解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阴振雨或雷雨 气温是25到31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阴振雨或雷雨 气温是25到31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阴振雨或雷雨 气温是25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 接门马祖地区 同样是降雨的 气温是24到31度 自外线指数的部分 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 都是中量级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以上是6月12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吴之宇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平安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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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顺手睁临前 快乐在兴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 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 二硬 三转介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 手门人 0800 请帮帮救救我 全能减碳新生活 鞋马步行鞭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车助减碳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杯快霸雨带 多吃蔬食少吃肉 急用资源顾地球 尖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提供面环性保护署关机灵 希望大家在台风好雨期间 减少外出并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哦 可是 如果遇上紧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一定要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